腾讯体育8月2日 虽然新赛基因超还没有开打,但二连糟糕的备战和疲软的转会演员让红魔球迷非常失望,而木帅一再抱怨也成为媒体焦点。 在太阳爆发起的读者调查中,74%的球尼认为穆里尼奥奥会在赛季末上课,自从2016年夏天入主曼联以来,这将是穆里尼奥奥指教红魔的第三个赛季。 在第一个赛季,曼联先后度的联赛杯和欧联冠军,虽然没能重返英超四强,但却通过欧联冠军重返欧冠。 如果说穆里尼奥奥的第一个赛季还勉强能令人满意的话,上赛季也就是2017-18赛季,曼联不但被各条战线遭遇四大阶空,连赛几十多的要军也落后满城将近20分,并让穆二年帝夺冠的神话彻底破灭。 而在这个夏天,因为曼联参加世界杯,的球员迟迟没有归队,令穆帅缺少可以备战的球员,加上红魔演员不利,令狂人不断公开抱怨,传闻曼联高层已经与穆帅开会,希望解决问题,并导致舆论普遍不太好穆里尼奥执教曼联的第三个赛季。 太阳报披露,在超过4000名读者的投票中,有74%的人认为穆里尼奥会在2018-19赛季中突离开曼联,尽管穆里尼奥与曼联还有两年合同,但日前,英国国财商已经办穆里尼奥,列位新赛季营朝下课投号热门,而太阳报昨天还独家披露,今年夏天离开黄马的七八内,将会成为曼联新帅候选之一。 被C&免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